一本万例 终身学习 半课千金 顿悟人生 请给我七分钟 让我为你精读一本书 并找出三个观念和重点 外加可能影响一生的一句话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颜长川 你们可以叫Yang 或者是智慧老人 这是我们2022年读诗一计划第39次的播出 我们这个礼拜所选的书目叫做社会沟通 所以这是一本人人都需要的群体对话录 在百倍式5G时代的网民 整天被爆炸式指示成长的各种信息包围着 其中当然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心得分享 但难免会有些不经心的以耳传耳 若是刻意捏造带风向则不可原谅 光要分辨真假就要大会周章 何况还要进行一对一的双向沟通 甚至是一对多的网状沟通 网红能够在一夕之间号令百万粉丝的行为 确实值得研究 虽然是在虚拟世界 但要吸取其在沟通上成功之处 才能够快速学习群体对话 并赶上社会沟通的潮流 那本书的作者是郑家中先生 那是国益台湾大学经济学硕士 那毕业后就进入工商时报 从记者做到总编辑社长 还有中史网络科技的董事长 他也曾担任旺旺及中史集团最高顾问 中天殿是董事长 目前是台新银行的监察人 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台新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董事 所以从他身上 我觉得可以找出三个活用观念 第一是一张利嘴 作者是我的大雪同学 所以一张利嘴是真心的赞美词 在写时起就已有口皆悲 在此时起更是锋芒毕露 鱼工口才便吉 言词犀利 一诗谈笑风生 一座青岛 有他在的地方就有笑声 多年来是大家的开心果跟拉拉队长 第二是一支快笔 所以作者是报社记者出身 一支快笔是想当然而 但一篇篇有见解接地记的签字文 比如说是专栏或者是社论 或一本本有结构 有人气的万言书 比如说这一本社会沟通 说依马可待并不为过 那我每一次初心是想邀请人写序 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他 第三是一颗爱心 所以作者是最低调的严州人 也是最认真的直销长 上晚严州四街的客户 等于学会一套人的使用手册 他太太可见证 在他身上发现改变的力量 我则发现他怀着一颗爱心 很努力的想把爱传出去 所以以上的三个活用观念 希望能协助大家对作者 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我们这本书 这个是在2021年1月出版 那它是专门为那一些想与大家分享 群体对话与社会沟通的话题 其能活在一个 充满希望的世界的人而选 那我仔细研读本事之后 提出三个重点 供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一是对话Vice对位 那要对话之前先对位 社会沟通的第一个概念是对位 也就是同理心的意思 那沟通双方能很快的调好彼此的频道 进行对话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对话 我们需要接受别人 别人也需要接受我们 第二是交换的艺术 那沟通的核心是交换 为付出而得到 或者是为得到而付出 那真正的交换是互出为先 使对方对需求有压倒性的兴趣 沟通就无往不利了 那耶稣是世界上最会换的人 他有一句话是 信我者得永生 我记得有一次在乡下的一道墙上 因为永生那两个字的尤其有一点脱落 所以我远远看这一句话变成 信我者得水牛 我开玩笑的说哇这个在乡下 耶稣会入境问俗 那某公司把员工四统伙伴对待 而成为长青企业 这更是传为美堂 第三是用艺术做社会公益 那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 除借钱给负责家计的妇女 除要求每一周还点款跟联保外 还要借款人承诺挖厕所 要阻拟受教育并鼓励下一代创业 成功经营穷人银行 所以作者得到启发 正在台新集团用艺术做社会公益 那公益不是给予或监款 而是交换 那要换就换大一点的 以上是本书的三个学习重点 希望能对各位朋友有所启发 那在处理群众对话与社会沟通之前 要先从以下七个方面去经营自己 第一是艺术是可视的 设计是不可视的双七人 第二是寻找灯塔的指引 第三是落实造船的可能性 第四是习惯制作人思维和视野 那第五是既有成本观念 第六是大家一起来 第七是只有可能性 没有必然性等 所以以上是本周的主要内容 所以当你站在A点 奇异点或转折点时 能不能找到灯塔 朝地平坚的那一点去迈进呢 OK再见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